那你学的也没用 所以也不用跟人家比 也不能贪 也不能疏忽他 这样吧 好 保佑陀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体会佛陀的大慈悲 就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东命日本慈悲红发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弯曲桥和山岳西湖 位于日本关东北部 与地牧县西北部的日光市 是一个集山岳 湖澡 溪流 瀑布等自然美景 于一城的国际观光文化城市 本地垂基说 是日本佛教兴盛时期的一种思想 认为日本神道的八百万神 是佛菩萨的发生 称为缺陷 甚至引申为对攻击着住者的重样 建于1617年的陆光东兆宫神社 就是属于德川家的名妙之一 主要祭祀的 是江户幕府初代将军 德川家康 神格化后的神明 东兆大局县 而日光山沦望是大宇院 是德川家康之孙 三代甲军德川家康的名妙 东兆宫 东兆宫位于日光山 建筑彩大量石材为地基 配合木质结构的全线照仰 electrodonner 与前后二镜建筑的八帆照结构是一样 还有前殿与后殿的分别 设阁为别阁关闭设 明治初年的神佛分离定后 寺院与神社分开 东照宫与文化寺 以及日光二荒山神社 并称为二社寺 而近世以来 更被统称为日光山 东照宫也有许多著名文物 尤其唐文上 取自中国成语故事 如许犹席尔 竹林七贤的古代典故 又如截取论语中的 非礼故事 非礼不听 非礼不言 非礼不动 所雕刻的三只用爪 捂着颜耳嘴的猴子等等 这些早已为 日本列生世界文化遗产的文物 历历显现 华夏文化对日本的深远影响 充满心的 日光山本王寺 眼前陵墓高耸的日光山 又名二皇山 耐亮时代 圣道上人 开山创建天台中四本公寺 即为当今日光山 轮往四指出使 平安时代 乡船通海 猿人等高僧 阶层前来船法 联昌时期的积极转件 更促进了 关东地区的繁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画西而坐的珠西木桥 传说中 圣道上人曾在湍急的溪流前 祈求神佛护佑 平安渡西时 出现两舌幻化城桥 著名渡西 因著传说 日光山的珠西木桥 也被视为日光二荒山神社的神桥建筑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日光山开祖 圣道上人的一庙 相传内堂常有 十四、十五世纪前后的 古兆、古尊、地藏、菩萨的宝藏 被视为守护日光山的荡庙景点 护魔堂内 供奉福神皮沙门天、大黑天、变财天等 也是展示国相 经典的国宝及重要文化财产的保护馆 早期日本神道教与佛教同合衍生的本地狙击说 更在理论上认为神佛具有同等地位 于是蓝体山的山神也代表牵手回应 女风山的山神也代表阿弥陀佛 太郎山的山神也代表阿弥陀佛 来到佛寺 慈悉的大和尚除了领众礼佛之外 也在介绍诸尊佛像的当下 为众人开始修行法药 我想我们看到佛像庄严 应该说看到自己的自信 特别这尊码头观音它很重要 因为它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也是观音菩萨的化身 一个人要成就阿弥陀佛的功德 观音菩萨的功德 首先它就要断除自己的称慧心 所以自己的私心称慧心才是自己生命的敌人 所以这一尊码头观音也有叫码头明王 就是阿弥陀佛跟观音菩萨的愤怒向的视线 那这个愤怒的意思是 你要敢很愤怒的去对峙自己的这种称慧心 贪心 不然你就没办法成就 阿弥陀佛或观音菩萨的慈悲 所以你要帮助别人 那一定要懂得时时刻刻 来一直进化自己 就像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超度祖先 儿女平安 虽然我们做了很多好事功德 但是自己的内心层次还是很脆弱的话 不然面对变化的话 会有起称慧心的话 那就没办法 所以来到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的很好的因缘 所以各位可能对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很熟悉 对码头观音就不太容易 所以你要不断地把这一尊记下来 记下来提醒自己 这一尊黑色的不动明王那天有讲 也是日本活教的特色 黑色的小端音菩萨 所以为什么码头观音用火在烧 火就代表很痛苦 但是你在痛苦里面你都不要起心动念 你要降服自己的称慧心 就像不动明王 你要服务众生很痛苦的 但是你不能退转 你要永远 愿意承受做众生的把众生放在头顶上的意思 就像说码头观音就是说可以接着做众生的牛马 要把它放在自己的头顶上 然后去降服自己 最后才能够成就王弥陀佛观音的慈悲 我想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好 来 念一下 愿断一切恶 愿消除 嗔恨心 愿修一切善 愿圆满 大悲心 愿愿平等 愿愿平等 五度众生 雷阿塔 勘赞者雅 阿华佛达 阿耶稣哈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悲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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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世界各地拥有超过两亿信众的妈祖信仰 随着旅日华侨的善心护持 近年来建设落成的东京妈祖庙 也在日本东京成为海外华人精神文化 信仰与提供心灵安定力量的信考战 最初来自中国大陆福建莆田的妈祖信仰 据历史记载 确有其人 是送出诞生于福建的领侍女 名林默娘 因林通神义 驱邪旧事 常渡海云游 渡旧为难 而有通玄陵女之称 至宋太宗雍西四年九月初九 道成余化 人常遨游海上 旧为辅满 屡显威邻 故国幼名 乡名便立妙讽似 因神险之名 瑕尔评文 而得到历代皇帝的加封 宋徽宗 封为顺己夫人 宋光宗 尽封为林贵妃 元侍主 加封为天妃 清康熙帝 又加封为天后 清道光帝 又加封为天上圣母 在民间 俗称为妈祖 妈祖由真人到被奉死为海神 其慈善故国 悲鸣众土的精神 透过无数故国幼名的慈悲世纪 广受信传 成为华人普遍的精神信仰 据保守统计 在世界各地 已有1500多座以上的妈祖庙 遍及26个国家 地区 妈祖信徒 更高达2亿多人 在世纪谣的宝谣 在世纪谣上的宝谣 上的宝谣 在世纪谣 和世纪谣 在世纪谣上的宝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东京花祖庙中所供奉的八祖 分别供奉来自北港朝天宫 及大陆泉州天后宫分领而来的八祖圣像 以及左右护法千里眼与顺风儿 此外 庙中坛城上 还供奉有五财神关公等中国民间信仰的神尊 此行日本红法 侍奉五财神圣诞日及天上圣母八祖圣诞期间 慈悲的海涛大和尚 受邀前往位于日本东京的八祖庙 共同为八祖与众神祝寿 也为天下苍生祈福祖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众人手持清香 随法师虔诚祝贺 八祖与虎财神圣诞前秋 祈愿在八祖及众神明的慈悲雾游下 世界各地风调雨顺 群生和乐六十吉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祈愿旅居或移民日本的侨胞们 身处异国 也能透过自己的传统信仰 得到心灵慰藉 善而发扬八祖慈悲 与大爱的精神 就不及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八祖庙为天上圣母及五财神圣诞祝贺之后 众人随即赶赴当地大僧 为往生众生举行慈悲焉共诗时法会 祈愿透过众人的慈悲行动 六道往生众生消极皆然 西街榜众 西街榜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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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